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因為有非常多的網友來信 寫說關於木工加工問題 木工DIY的問題 還有一些木工裝潢的各種工具問題 於是我們就決定來拍一集 當大家一聊起木工 你一定會有一下像這樣子的畫面 當然對於各位老司機來說 這些畫面都不足為奇 不過我相信在頻道當中 有許多是初學者 所以我會介紹大家 以下如果你是木工初學者的話 你應該要具備以下這幾種工具 感謝大家對於頻道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一陣延遲的 一直買工具 開給大家看 那我們廢話就不多說了 直接開箱 然後他們的箱子 除了推車之外有個特色 就是他們這種硬殼的箱子 他這個扣袋都能夠 把全部合在一起 好助理拿走 當然除了以上的工具之外 有另外幾項工具是特別重要的 也就是你的護目鏡 你的耳罩 手套 還有你的口罩 這東西我們就不用再說了 跟你講了很多次了 你再不帶 你真的 很壞 我認為初學者 你應該要具備 中間這三樣工具 因為在所有的木工裡面 他永遠離不開 研磨 切割 跟 組合整病 這三個東西是所有木工 一定會用做到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是從初學者 已經往中間去發展的 就可以往左右三邊去拓展 你所有的工具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我們的 物工教學 首先一開始我們跟大家講 切割 從我的左手邊 到右手邊 這三台東西都能夠切割 它叫做 軍刀具 它叫做 線鋸機 它叫做 圓鋸機 軍刀具 它切割最方便 比如說切樹枝 破壞 然後或者是 跟人家起衝突 那它主要就是由切斷為主 對了補充一個重點 它能夠非常深入的切割 也就是像你的刀片 有這麼短 有這麼長 它能夠切度的深度 就完全不一樣 那右邊這一台 圓鋸機 也就是在我們的木工推床 它反過來裝的意思 它的鋸片 切過去 大概是這個概念 但其實它兩個有點不一樣 那圓鋸機的好處就是 像你要切一些 很重的 細酸鈣板 水泥板 那你就可以 壓著圓鋸機 然後啟動 馬達之後 直線切割 它旁邊一樣可以做字鋸 一樣可以幫助你切得非常的直線 那這個東西 觸學者 你先不要用 因為我覺得對你來說有點危險 不過呢 在所有的電動工具之前呢 都有一個我們的主線 叫做 手持鋸片 所以呢今天既然主題是 木工觸學者 他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機器呢 個人推薦 線鋸機 為什麼呢 因為線鋸機在我們的頻段當中 它對你來說是最安全的 它可以切直線 它可以切曲線 當然它切割的速度 都不會比這兩個 還要快 好的那我們就來進線鋸機的示範 一開始我們先教大家 怎麼樣來裝它的鋸片 那他們家的鋸片是非常好裝的 你也不用內六角 扳手 你只要把這個往左邊扳 把它的切割面朝著前面 前面的方向 然後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鎖起來 這樣就鎖好了 它這台機器有個特色的功能就是 它在切割的時候 它可以運用 機械運作的原理 往前面推出 龜排氣功 不是龜排氣功 它會往前面推出就是空氣 讓你在切割的時候呢 它能夠用一些氣體 幫你在外面切割的木屑把它噴乾淨 那它的叉叉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的後面 它一樣能夠裝上 像剛剛我們講說的全套的吸塵器的系統 它在切割的時候就會把空氣裡面的粉屑 跟木屑 然後全部把它吸到裡面去 那另外一邊呢 這是它的特色所在啦 這邊有一個 123 這個不同的檔位 這是幹嘛的呢 來各位看清楚 我們現在把它切到0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它的 巨片的正幅 是上下上下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把它切到3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正幅 有沒有看到它的刀片是像這樣子在走動的 這東西是為了什麼呢 也就是你切到3的時候 它切割的速度會越快 但是你要切得非常精準 非常漂亮的切線呢 你可以用0 這台機器有一個隱藏的系統 在後面 這個 有沒有看到一根 這根小根的東西當你往外搬的時候呢 你可以調整 它後面的這個角度 你可以先往前推 用左邊 你也可以往前推 用右邊 它後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溝槽 這個小溝槽呢 就能夠 幫助你不是用目測的 去目測幾度 而是它已經有幫你設定好一些基本值了 好那我們先開始示範 好了為什麼我們建議初學者他都能夠用線聚集呢 因為其實你可以畫一些簡單的線條 好我們現在沒有用吸塵器 所以我們就往前推 這樣子來切割它 有沒有像這樣子就可以很簡單切除曲線了 那它能不能切直線呢 它當然是可以切直線的 你只要用左邊 有個字句靠住它 你就可以靠著旁邊切除直線來 像這樣子有0123 所以如果你要切漂亮一點可以彈0 那如果你要切快一點呢 可以調3 好那我們先用3切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今天要切漂亮一點我們可以把它用0 像這樣 有沒有它的正幅就會比較小 所以切出來的面就會比較細緻一點 那大家要記得如果你要切鋁板還是要切銅板還是要切金屬板的話 要把你的刀片換掉 因為它的齒目不一樣 你要換到正確的刀片 它才能夠正式的切割 接下來呢 你懂得切割跟做造型做大胚粗胚的時候呢 你第二件事情就要學會了 就是 研磨 什麼叫研磨呢 就是我們之前在沙子那集有教過大家嘛 為什麼要研磨呢 因為當你做切割的時候 其實你的木頭旁邊都會有一些 叉叉的小木屑 或者是呢你的木頭來的時候狀況並沒有這麼好 那有的人會用刨刀刨 有的人會用研磨的 那還有有一些人會 花錢請別人弄 像這種沙子機呢 我們業績又稱為小烏龜 就像小烏龜這樣跑跑跑 其實在以前 就是有限的時代的時候 基本上它很少會有集成的 也就是你在研磨的時候會 會很多陰壓嘛 那他們現在呢 比較好的品牌 其實不只他們喔 必須老實講 除了Miyaki之外 很多品牌他們在 研磨的時候他們會把那個 扇葉的葉片 然後去修改它的設計 讓它研磨旋轉的時候像是一個風扇一樣把它抽到 後面的這個小洞洞裡面 所以這個小洞洞你也可以接吸塵器 就像這樣子 所以說呢像它這個管子 它都可以接限聚機 然後也可以接研磨機 那也可以接原聚機 這什麼都接嘛 因為全套的 大家懂嗎 全套 總比半套好 只是全套花費比較高 那如果你沒有錢買全套呢 你當然可以用半套 那半套呢它後面有附一個 就是幾層盒 這幾層盒裡面呢 有一個 HIPPHA濾網 然後這個HIPPHA濾網啊 它是不能洗的 但是它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小小十字 它可以拆下來可以換零件 但是我個人建議啦 你把它倒一倒用那個控壓機 垂垂其實就好 然後它的上面這個 你在開機之後呢 它這邊 有六個速度 一二三四五六 一開始不要用太強 會太刺激 我怕你初學者 手比較不能掌握 多看我們頻道 你就可以 慢慢變老司機了 然後呢在小烏龜的下面 通常會有一個魔鬼氈 那你要把這個洞洞呢 跟合住這個機子本身的洞洞 這樣子去做 它才能夠集成 那通常外面呢 你會買到一般沒有洞洞的沙子 但其實這種沙子 貼上去它是沒有集成的效果 因為它會把它的洞洞 那個吸附的能力全部都擋住 所以呢其實上隨便他們就是有這種 多孔性的 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要集成啦 因為你如果沒有集成的話 你的研磨的效率會變得比較差 重複的 粒子在你的同樣的表面上去 快速的摩擦跟研磨 它第一個會消耗掉你的沙子 然後它也會讓你的要做的弓箭 上面的研磨的效果也不會太好 在研磨的時候大家其實有個重點 就是為了效率 所以很多人啊 都會把它的強度 開到很強 就比如說一次開到6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啊 你在研磨的時候你都只用手腕 這樣硬去壓的話 其實第一個你的手腕會受傷 然後再來是你的機子很容易跑走 像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抓小烏龜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 用你的手肘 去帶著你的身體 然後用手腕 跟你的手指去抓住它 開機之後呢 變成一個落巴的動作去研磨 那這樣子呢 你才可以用身體的轉動 你才會比較省力 再來是你的手腕也比較不會受傷 像這樣 好所以各位朋友 你們有學會研磨機的技巧了嗎 所以 雞尾大機不好 技術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雞尾大機技術也好 像我們一樣 那太棒 好的如果今天你是初學者的話 其實你只要有限聚機跟研磨機 也就是砂紙機 這兩個東西你就已經可以做得不要不要了 這兩個東西能夠做出非常非常多有趣好玩的東西 不管是裝飾的 不管是吃喝玩樂的 或者是台座 只要你有心 那接下來呢 也就是今天要介紹給其他老司機 我個人覺得非常推薦這台機器 叫做繡編機 好很多人就是在切割完研磨之後啊 像你的桌子的邊邊 你要做倒角 有些人會這樣子倒 或者是這樣子 拉回來 像我們做鐵弓一樣 一次做八刀 但是呢 這個東西實在是很沒有效率 再來是他的手 的掌握度實在是太吃技術了 於是呢就有人發明一個東西 叫做繡編機 這小弟用了10年的繡編機 大概我在10年前買的 他以前的繡編機勒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 打開調整高度 那在新的繡編機上面 上面這個有一個可愛的小 小旋鈕 就你每轉一下呢 就能夠調整1mm以內的高度 所以這個東西在做細條 或者是粗胚 或者是你真的五行 六去的時候 那你要去做一個 再跑一次的修整 非常的好用 那像以前傳統的繡編機 跟現在新的繡編機 你要把它 全部轉開 然後用目測的 就慢慢調整到你要的高度 然後再把它鎖起來 很麻煩 那現在新的呢 他就像腳踏車一樣 他有個快拆 打開 這個按下去 調整你的高度 有沒有 更流暢 流暢完之後勒 你再可以做細條 為什麼在以前時代的繡編機呢 老師傅們都覺得繡編機非常的危險 因為他一開機 他只有一個速度 所以如果像 我以前帶一些小學徒或小朋友 他比較沒辦法掌握的時候 那個會跳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 現在在這種新型的繡編機上面 他已經一樣都會有六段的速度讓你選擇 比較安全 真的 各位朋友 受一次傷 你會失去很多生活娛樂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安全很重要 所以呢 他在開機的時候 有沒有 最慢速 中 都可以用這個東西 去調整他的速度 而且非常快速就停住了 像這樣子 你要一關機 他就馬上停掉了 他不會像以前傳統式的 你要關機他就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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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樣都會有煞搶力 然後 contamoun在開機的時候 他下面會有一個燈 他同時會用風扇去吹掉旁邊的小墓窄 這個東西 我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東西 他的枱頭型 kardeşim 這裡可以伸縮 然後這裡可以鎖緊 所以它在使用的時候怎麼用呢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羅牙 把它裝上去 這邊有一個墊片 把它鎖上去 鎖好了之後 這邊可以讓你調整靠邊的距離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修的勾槽 它是比較裡面的 你就可以把它往外調一點 假設你要修一個邊邊 你就可以把它靠在裡面一點 這邊有個紅色的小鈕 以前我們在傳統的時候 都需要用兩個板手 這裡插一根 然後這裡調一根 然後轉轉轉把它轉下來 但是在這一台的設計 它有一個用按壓式的鎖定鈕 就很像我們的砂輪機一樣 所以你可以按住它 就可以把它調鬆了 就可以把它調開 調開之後 其實只要能夠插進去就好了 我們把它做緊 到你手無法轉的時候 用這個把它繃緊就好了 然後有一東西要非常重要 就是有一個刀口它比較大 當你在往下降的時候 你的刀口有可能會碰到你的輔助感 所以你在做輔助感的時候 你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你的刀頭 跟你的輔助感 不要去相撞 它這刀片有分非常多種 就是有一個是前面這邊 有一個貝亞令鼓的 那有一種呢 是一般的刀頭 切記呢 在重點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一次 就想要做很深 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盡量你用三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 這樣子的距離 就是千萬不要超過它 做好固定之後 它的這個有個小的調整鈕 你可以做淺淺的稍微的調整 上面下面 非常細微 一開始就是用這個靠墊 去靠住你要切割的切面 再慢慢啟動就好了 像這樣 所以其實呢 你只要具備以上三種工具呢 你就可以每天在家裡面 做茶盤泡茶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做好了 很簡單吧 台東人最愛泡充立場 好的 會外補充 他們除了在這次的基本機器當中 他們也推出了一個叫抑壓起直機 抑壓起直機它能夠幹嘛呢 賣個關子 我們下次呢 會把很多的品牌一起用 那把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起直機 跟一個不同特點 然後跟推薦給大家 但是我們當然只會推一些能用的品牌 太懶得的話我們就不 工具的世界呢 是只要你擁有了工具之後 你的世界會有無從性的搶項 所以呢 千萬不要因為貧窮而限制著自己 也不要因為工具而限制著自己 其實你有這三樣工具 四樣工具 你能夠做出許多天馬星空的東西 所以各位朋友 開始買工具吧 那假設呢你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都會依照網友的問題 去拍攝更多技術的影片 工具的影片 還是各種不同品牌的影片 希望你幫我們訂閱 也幫我們分享我們的影片 讓我們能夠越拍越好 越來越多人看 越來越多人了解工業 跟尊重工業 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 在這個整個包裝組 你會發現這個 這就是它的替換夾頭 就是萬一有一天夾頭 你壞掉會替換 這個東東它就是拿了集成用的 扣在裡面 然後也可以接它的吸塵器 這邊還有一個 比較大的墊片 當你有一些 在那個修邊 有一些人是要做一個查盤 還是要做一個比較大範圍的時候 它的靠心不夠大的時候 可以幫助你輔助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種用法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拆掉 你把這個片 先把它上下鎖完之後 這四個鈕 這四個洞洞 它也可以反過來 裝在桌子上 讓它伸出來這個頭 沿著這個東西去修整 然後呢 各位可以在它的說明書上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輔助感 這是一種雙手手持的輔助感 像是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因為我們現在沒有 所以下次有機會再拍給大家 它就是能夠雙手維持的 這個修邊機 然後去做運動 所以 如果你買的話 歡迎可以 到我們的頻道 然後來去詳細一下 看它怎麼樣操作跟使用的 就這樣啦 掰不 最後一 있지 啦